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小偉老師 底妝是彩妝的最基礎 今天小偉老師要針對 油性的膚質教你散用工具 以及手法畫出一個 不厚重的底妝 首先我們用妝前乳 來控制我們的油脂 以及毛孔縮小 所以我們在油脂最多的地方 T字部位 鼻翼兩側 還有我們的兩頰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來修飾 像這種妝前的控油的修飾乳 其實它可以延緩 我們出油的狀況 我們再上底妝就會看起來會更透 等它完全吸收了之後 我們再來上控油的粉底 我們讓整個海綿上面 都沾滿了粉底液之後 我們可以輕輕把它點壓 分區在額頭 兩頰還有下巴的地方 先把它點上去 再來用輕點的方式 讓妝感更服貼 剩下的粉底液再慢慢的往旁邊 然後鼻子 所以妝感會更透 藉由點壓 讓肌份有透明感 再來呢我們可以利用有光感的遮瑕筆呢 來遮黑眼圈 它有帶有一點點橘色調 那遮黑眼圈最深的位置 我們的後眼角 它是利用光感所以你不用太厚 如果底妝太厚呢 可能會讓你悶不透氣的 我們眼睛也是一樣 輕輕的由內往外 這樣就完成底妝 再來呢我們在定妝的部分呢 我們用控油的粉餅來加強 那在壓的時候呢 記得我們粉不要太多 我們只要在我們的T字部位 鼻翼兩側呢 加強來壓式 讓紋路呢 不會這麼的明顯 好這樣其實呢 我們油性的肌膚的底妝呢 就完成囉 最後小黑老師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油性肌膚的人呢 如果出油了 你先利用面紙輕壓完了之後呢 再利用海綿把它輕推開來 塗上少量的粉底 再壓上蜜粉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維持一整天的清透 以及不油膩的妝感喔 在幾個星期間 就是下瘋子裡